大家好 很快又過了一個星期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剛去完旅行 心情愉快 那些時間似乎 覺得很快已經過了 現在 又到這個 我講快樂哲學的時間 我上次講 講了一個 我都幾喜歡 古代的 的賢君 和一個智者 他的快樂哲學 這個人 就叫做 Marcus Aurelius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他就是當時 羅馬一個 五個 最好的 皇帝之一 他這個人 正如我上次所講 他是受到 小時候 他受到 那些 教育 所以他的思想 不但 暫時 就依從他老師的指導 他不會把 那個 思想 作為一種純粹 學術性的探討 他是把他的思想 和透過他的思考 教育 老師的教導 那些思想 他付諸實行 他 他就成一 當然 他作為做皇帝 當然有很多繁忙的事務 但是 正是因為他 那個事務 這麼繁忙 所以他更加 要處理很多複雜的事情 所以他更加 他覺得更加有個需要 要靜低下來 去想一下 自己每日做的事情 有什麼做得好 有什麼做得不好 當然 他那個思想 亦都受 他對整個宇宙 對人 人性 那些人的責任在哪裡 他都做了很多的思考 而他這些思考 直接在他透過生活的實踐 更加 令到他對於 某一種思想是對 是不對 會令到人 就會比較 快樂一些 或者減少一些痛苦 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那當然 他那個所謂 世界觀 就直接影響到他自己 那個 不但影響到他的思想 也影響到他自己的行為 在他的思想之中 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曾經說過 他就說 他相信這個世界 就是有某一種 的命運 在那裡 明明之中 好像有個主宰 那樣 但至於這個主宰 是怎樣 他就沒有很詳細地說 但是 我覺得 他覺得 他覺得這個世界的主宰 有少少少像 我們中國人 講的那個天 那樣 在中國人 講的那個天 那裡 當然 不是一個人格神 他似乎 都覺得 有少少是這樣 在命明之中 有某一些道理 那他就覺得 我們如果能夠 觀察自然 學習這些 這樣的道理 那自然 那個大自然 就給了我們某一種的智慧 那我們跟著這個智慧做 那我們 那個 出錯的機會 又似乎 就不大 那除此之外 他亦都覺得 當時 就是很多一般世俗的人 一般 就是欠什麼呢 欠這個 金錢 財富 名譽 地位 雖然他 他貴為一國之君 但他並不覺得 這些是一些值得 就是我們 渴望 去熱切追求 的目標 所以 雖然 做 自己 做這個 古羅馬帝國 那個 那個君主 他仍然 是 生活得很 並不是 好似其他 就是他以前 就是 在古羅馬有些 皇帝 就是極重奢極始 他的生活並不是這樣 他反而 每天 會浪費些時間 去靜低下來 去想想一些東西 然後 就去 正由於 他的時間不多 所以他一有機會 他就馬上 將自己 想到的東西 很快地寫 由於他並不是一個 一個系統的哲學家 所以 他那些 那些 思 思想 就是 不可以說 很有系統 去 紀錄 下來 但是 正正正正 因為這樣 他每一日 一有空閒的時間 他就 集低一些東西 集低一些東西 日子過了很久 所以 他留下來的那些 那些 針言 那些 他的思想 精華 我們就很幸運 能夠 看到 原汁原味 看到他當時 在想什麼 上次 我也有介紹過 他的一般 那個思想 今次 我就 比較詳細 將他實際上 講了些什麼 跟大家去 分享 他寫了 他的那些 說話 都是叫做 Meditation 就是一個沉思錄 他寫了很多一部 我現在 將他 我跟著他那個 沉思錄 他那個次序 將有關那些 他 紀錄下來的說話 就和大家 分享 在Book 1 就是第一部書 他就 開宗明義 他覺得 這個世界 並不是一個 壞的世界 他覺得 在冥冥之中 我們會得到 有某一種 的照顧 他說 All that is from the gods is full of providence 這個是他的 說法 所有我們 和那些 所謂神 神士 得到的東西 也都是充滿了 providence providence 就是一種 可以說 blessing 好像一種 祝福 當他 亦都覺得這個世界 是一個不斷 改變的世界 他說 他亦都覺得 這個世界 有少少 像 Leibniz 那個哲學家 他覺得 一件事 他在這個世界出現 都有一個很好的理由 那些東西 不會無緣無故地出現 我又講了一個 他的quotation 他說 Nothing can come out of nothing any more than a thing can go back to nothing 他說 正如 沒有東西 我們不可以在沒有東西 那裏 就做了些東西出來 正如 好像 一些 出現了的東西 能夠回到沒有東西 一樣 換句話來講 世界所有的東西 都有互相關聯 一件事 會引起另外一件事 一個原因 會引到一個後果 那個後果 又變成了另外一個新的原因 跟著這樣 循環不絕 所以這個世界 他的世界 就是一個循環不絕的世界 但他亦都覺得 這個同時 他亦都覺得 這個世界 就是一個 好像 有一種 似乎有一種生命的世界 好像自己 有自己的生命 一樣 我又將他 其中一個quotation 講出來 關於他 那個世界的改變 和世界的生命 不過 the universe is changed 他說 這個宇宙 就好像道家 是一個不斷改變的世界 他說 Constantly regard the universe as one living being 他說 我們要怎樣看這個世界 我們要當 看這個世界 好像一個 有生命的存在物 一樣 Having one substance and one soul 就有個物質 也都有個精神 and observe how all things have reference to one perception the perception of this one living being 我們應該 就學習 去觀察 看一下 好像這個世界上 所有發生的事 似乎 都跟我們這種 觀察 觀察到這個世界 是合而為一 有一個有生命力的世界 這種 理解 是有 是有關係的 How all things act with one movement How all things are the cooperating causes of all things which exist 看一看 這個世界 好像一樣東西 都 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去 去 去動動的 而這些 而這些 世界各種的活動 似乎 cooperating 他們 就是 互相合作 去協調 去 令到這個世界 繼續好好運作 and observe too the continuous spinning of the thread 他說 我們要看看 在這個不斷的運作之中 似乎 有一些 有些 線索 我們要看到這些 這些線 怎樣 怎樣 動動 and the contextual of the web 同時 我們看到這些 這個活動之中 就似乎好像網絡一樣 由這裏去那裏 那裏去這裏 這裏又影響 那裏又影響 好像網絡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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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對於這個世界 是一個 一個不斷改變的世界 他還有其他的描述 那裏又說 observe always that everything is the result of a change 我看下 這個世界上 所有發生的事 都是改變 不斷轉變出來的結果 and get used to thinking that there is nothing nature loves so well as to change existing forms 他說 如果你觀察一下大自然 觀察一下世界 你發現 這個世界 即那個大自然 似乎 最喜歡最喜歡 最喜歡的 沒有一件事 比這裏更加喜歡 他就是想 那些東西 不斷改變 observe too the continuous spinning I'm sorry existing form and to make new things new ones like them 他就將那個世界 不斷改變 改變之中 亦都有一個秩序 這個東西 生了 會死 死了之後 他自己 剩下的東西 又會成為另外一些新的改變 那個原因 還有他亦都覺得 既然是這樣 所以我們人 我們不應該看人 將人 舉得太高 他覺得 我們人 只是 自己的想法 即是我們 那個人 一個很卑微 在那個世界 的存在物 的想法 是一種 意見 opinion We remember that all is opinion 什麽都是人的意見 你不要以為自己的意見 就等同了世界 那個道理 那他亦都覺得 同時他亦都覺得 我們每個人 大家都有個腦袋 大家都有個理智 而那個腦袋 和那個理智 都是相同的 那個說法是怎樣 他説 If the mind 他説 If mind is common to us then also then also the reason 他説 如果 我們大家都 大家同樣 有個腦袋 那 那個結果是怎樣 他説 我們的理性 亦都是一樣的 Whereby we are reasoning beings is common 所以我們大家 都是懂得想事 懂得用理智的動物 他説 If this be so 他説 如果是這樣 then also the reason which enjoins what is to be done or left and done is common 如果是這樣 我們有些什麼 我們有些什麼 就要求 這個世界要求我們做的事 或者要求我們不好做的事 亦都是 各個人都 差不多 都是common的 我們有共同的 責任 If this be so 如果這些是這樣 law also is common 這個世界 那些秩序 亦都是 有一個共通性的 If this be so we are citizens 如果這樣是真的 我們就是這個 我們生活做了世界 其中的公民 如果是這樣 我們大家都要遵同同一個憲法 If this be so 如果真的是這樣 the universe is a kind of common world 如果真的這樣 這個宇宙就好像一個聯邦 換句話來講 我們人就是 在這個世界裡 就是其中一個分子 這個分子 自己本身 有一個秩序 那個秩序 就是他所說的 constitution 好像一個憲法 那樣 而由於大家都 共同遵守這個憲法 所以這個世界 就好像一個聯邦 那樣 他也都 由於他 當然 他由於他是自己 他做皇帝 他需要統治那個國家 他也需要比較好處理各種的事務 所以 他覺得 那個社會 是很重要的 他這裡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 quotation 有一個 analogy 一個Imagery 那他怎麼說呢 他說 What is not good for the swarm is not good for the bee 他說 對於 對於一群 這個蜜蜂來講 對於那個蜜蜂群 不好的東西 也都會對個別的蜜蜂 也都是不好的 換句話來講 我們不要做些事情去損害 那個公眾的利益 大家的共同的利益 他另外還有一句 亦都是相似的 但他在另外一次那裏講 這個呢 就在 Book 10那裏講 他就說 By remembering then that I am part of such a whole I shall be content with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and insomuch as I am in a manner intimately related to the parts which are of the same kind with myself I shall do nothing unsocial but I shall rather direct myself to the things which are of the same kind with myself and I shall turn all my efforts to the common interests and divert them from the country 他說 記住 他說 我們都是整體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這樣記得 我們就會對於所發生的事 我們都不會覺得 不應該這樣 我們就會比較滿意所發生的事 他說 In as much as I am in a manner intimately related to the parts which are of the same kind with myself I shall do nothing unsocial 他說 如果 我們是 好像 跟其他的事 有一種很密切的關係 即是 跟那個社會 有一個比較密切 跟其他人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因為其他的人 好像我自己這樣 那我就不應該做一些 unsocial的人 即是 違反社會的人 antisocial的人 But I shall rather direct myself to the things which are of the same kind with myself 而我會做一些 我應該做一些 對其他 好像我那些人 換句話來講 對其他人 我們對其他人做的事 就好像我們對自己做的事 那樣 就不會說 將自己特別提高了 and I shall turn all my efforts to the common interest 所以我們就要 為了公眾的利益 就 將我們 全心全意 將我們的精力 放在公眾的利益上 undivert them from the country 不要做一些相反的事 他亦都相信 在這個命命之中 這個宇宙 是一個有秩序的宇宙 而這個宇宙 亦都是一個和諧的宇宙 這裡有 quotation 他怎麼說呢 他說 All that is harmony for you My universe is in harmony with me as well 他說 如果 宇宙 你自己 他當了宇宙 好像一個人 這樣說 當然這個是 imagery 就是 你是有 是和諧的 你覺得是和諧的 對我來說 亦都是和諧的 我不會做些違反 損害你的和諧的事 Nothing that comes at the right time for you is too early or too late for me 他說 你覺得有些事要發生 有些事就不發生 對我來說 這個都是合適這些事情 應該發生的時間 那個時間是合適的 不會說太早或者太遲 Everything is put to me That your seasons bring nature All things come of you Have their being in you and return to you But 對於你在不同的時間 帶給人類那些東西 都是對我來說 都是好像一些 一些果實一樣 All things come to you Have their beings in you 就是什麼都在你那裡來的 亦都是因爲你而生存 那你亦都 到時候 時間到了 亦都會回到你的懷抱那裡 即是死亡 他就說 他另外一句 亦都相似 他就說 Whatever happens at all happens Happens as each 他就說 無論有些什麼事發生 那就是 那個事發生 都有一個發生的理由 You will find this true If you watch it narrowly 他說 當如果你是細心觀察那個宇宙 你會發現 真是這樣 他這種思想 就跟後來 另外一個哲學家 就非常之相似 這個哲學家 就是Leibniz Leibniz 他認為這個世界上 所有發生的事 都有些充分的理由 這種思想 我不知道是不是Leibniz 看了他 而這樣想 不過 但是 他的思想 跟Leibniz 是非常相似的 除了生命之外 所以 那個 Marcus Aurelius 亦都對死亡 有他自己本身的看法 他覺得 死亡 是 一些 我們永遠都不會明白的事 不過 但是 亦都是一些 我們無可避免的事 他就說 Death like generation is a secret of nature 他說 我們的死亡 正如 我們的出生一樣 就是 這個大自然 的一種奧秘 他覺得 人 由於 他覺得 人 只是 可以說 好像莊子那樣說 白馬過迫 過激 這個稍信即勢 我們在這個世界 生存的時間 是很短的 所以我們更加 就不應該 將自己看得太重 這方面 他又有個 quotation 他的講法就是這樣 他說 This being of mine Whatever it really is Consists of a little flesh A little breath and the part which governs 他說 究竟我是什麼東西呢 This being of mine 我是什麼東西呢 Whatever it really is 無論它是什麼都好 其實 可能 都是 A little flesh 少少 肉 少少 肉 肉體 A little breath 少少的呼吸 and the part which governs 以及一個少少的老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正如好像其他 那些 那些 Stoics 一樣 他就很注重 就是我們個人 就要 經常 保持頭腦冷靜 不要被那些 我們那些 情緒 困擾 事上 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 保持一種 平靜的心情 這裏有一個 quotation 他的講法是怎樣 By a tranquil mind I mean nothing else than a mind well ordered 那什麼是一個冷靜 平靜的腦袋呢 心情呢 Nothing else than a mind well ordered 那就是一個老袋 他有秩序的想法 不是亂來 換句話來講 我們的老袋 我們的思想 就要受我們那個理智去控制 由那個理智 就賦予他某一種的秩序 某一種很好的秩序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 我們就經常能夠保持 我們的心情平和 我們會有一種心 有一種安靈 就不會 就經常被那種情緒 那種情緒困擾 同時他覺得 我們看東西 就不要只是純粹 由自己 那個很狹窄 個人的觀點去看東西 看東西 就是看大東西 這裏又有一個 quotation 他說 This Thou must always bear in mind 記住 這件事 你經常都要記得 這件事 什麼呢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whole 我們看呢 看大那個 picture 看大那個圖像 不是只好看我們眼前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小側 我們要看 big picture 看東西呢 我們要看大體 就不要呢 就不要呢 看一看 芝麻綠豆的東西 那邊轉流角尖 那 這個 這個 Marcus Orellis 他也都相信 在這個 我們這個人 冥冥之中 就有一種的命運 那自己的命運 那自己的命運怎麼來呢 我們不知道 不過呢 就似乎 他觀察到 人呢 似乎都有個命運 那 他說 我們都要 復應我們自己的命運 他這裡有 quotation 我又講一講 他講法就是這樣 The Lord assigned to every man is suited to him and suits him to itself 他說 我們每個人 那個命運 都是適合他的 and suits him to itself 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 亦都會 令到個人 那個命運 和他的命運之中 他的目的 是相符的 他說 The ruling power within when it is in its natural state is so related to outer circumstances that it easily changes to accord with what can be done and what is given it to do 他說 Ruling power 他即是說 我們控制我們自己 那種能力 這個可能 就指我們的腦袋 when it is in its natural state 很自然 自然而言 這樣 就會 跟外面的世界 互相吻合的 所以 如果 外面的世界 需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很容易 改變了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 從而 改變我們的行為 令到 跟外面的世界 環境 是一致的 and with what can be done and what is given it to do 有什麼 我們 可以做的 或者 我們 應該做的事 這樣 就會 自自然而 這樣 就會 跟他吻合 這個 就是 Marcus Orellis 他自己 的一個信念 正如 他覺得 這個世界 是不斷改變 這樣 他亦都覺得 就那個 我們 亦都 要跟隨 這個一般 那個道理 他這裏 他又有 看這個 第九部書 那裏 他有一個 quotation 他的講法就是這樣 where everything is in a state of metamorphosis 他說 每一樣東西 都是一種 不斷地 銳變 他說 Thou thyself art in everlasting change 他說 你都是 你都是不斷地改變的 and in corruption to correspond 你在這個不斷改變之中 你都是不斷地頹敗 越來越衰 So is the whole universe 這個呢 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整個宇宙都是這樣 所以人呢 當我們 遇到轉變 由好轉壞 壞轉好 這個呢 都是命命之中 他有某一種的 規律在裏 我們不需要 就驚奇 我們不需要 特別因為這件事 而 而喜悅 但也都同時 也都不應該 為這件事 失望 憤怒 不開心 因為 因為根本的世界就是這樣的 這個呢 就是Marcus Orellis 的那個看法 當然呢 他的看法 覺得世界的東西 似乎有一個循環 在這個循環之中 就不斷改變 有時變好 有時變壞 有時變好 有時變壞 但無論變好變壞都好 這個世界都是一個不斷 銳變的世界 這方面呢 他又有幾個 quotation 他怎樣說呢 他就說 For a man can lose neither the past nor the future 那個人呢 根本你不會喪失了 你的過去 亦都不會喪失你的將來 For how can one take from him that which is not his 根本也不屬於你的 怎麼可以說 有些人拿走了你的過去 拿走了你的將來 因為根本也不屬於你的 So remember these two points 所以要記住這兩點 什麼呢 他説 他説 第一樣東西呢 每一樣東西呢 他的形式都差不多 從古代以來 以至永遠都是這樣的 comes around in circles 就會不斷地循環 and that it signifies not whether a man shall look upon the same thing for a hundred years or two hundred or for an infinity of time 這樣呢 就 他並不代表 即是我們人 應該 用一些 一百年的時間去看 兩百年的時間 甚至 用這個 Infinity 用一種 沒完沒了 一種 無限的時間 這樣去看 第二是什麼呢 第二 that the longest lived and the shortest lived man when they come to die los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最長命那個 和最短命那個人 當他死的時候 都是一條命而已 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所以 那條命長 那條命短 那條命短 都不是一些 那麽重要的事 那 如果 所以 好像他這樣 就說 我們觀察那個大自然 那 就 經常 保持一個平和的心態 那 怎麽可以 做到這樣呢 他又 就 那個 他又給了一些 意見 他說 men seek retreats for themselves 他說 很多人 整天 就要 啊 不行了 我現在去放假 要走去哪裏 去度假 Houses in the country 走了去 香川地方 A sea shores 或者 又走了去那些海 海邊那裏 又有些人 就去 the mountains 去那些山那裏 And thou too art want to desire such things very much 他說 你自己又是這樣 你整天都是這樣 希望去這些地方 But this is altogether amount of the most common sort of men 他說這些 一般人 最普通普通的人 都有這個特徵 For it is in thy power Whenever thou shall choose to retire into thyself 但是呢 其實呢 就算無論怎樣都好 就算最普通的人 我們都有能力 我們可以去一個地方度假 去哪個地方度假 retire into yourself 就返回入你自己的內心 那裏去度假 For nowhere Either with more quiet or more freedom from trouble does a man retire then into his own soul 因為呢 全世界都沒有一個地方 讓我們去回自己的腦袋 返回我們自己的心靈那裏 更加寧靜 能夠獲得更多的自由 更少的麻煩 就是我們去回自己的內心那裏 那裏 講下講下呢 我發現呢 時間又到了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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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裏 我講Marcus Reilis 就講到這裏為止了 多謝大家收聽